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中部 是手掌的上半部分 名为实际的世界 是表现一个人的实际的活动能力 下部是指手掌的下半部分 它名为本能的世界 显示一个人他本能的视欲 这三个区域呢 都是有它的代表性的极凶的反应情形 我们来详细了解一下 首先一个呢 第一个区域 这个四个手指啊 也就是实指 中指 无名指和小指 如果是这个区域 上世界这个区域啊 比较发达的人 主期呢 比较注重精神生活 而且呢 心思比较细致 想象力比较丰富 形式比较谨慎 考虑周详 思想呢 也是端正纯洁 不会感情用事 而且呢 气质甚佳 有丰富的 而且真诚的这种感情 在生活当中呢 倾向于什么 倾向于这个比较喜欢文学艺术 这个宗教哲学 像这种上部这个区域比较饱满的人 就是有这种特点 这个心理贤学等等这种研究工作 都是有可能的 那么 如果是第一个区域不发达的人 像这种 这个上部这个区域不发达的人 那么主期呢 不注重精神生活 而重视物质生活 形式呢 比较急躁 而且缺乏这个慎思细律 这个思想比较激进 比较主观 行为比较怪诞 荣雅意气用事 缺乏这个感情 跟这个理性 而且呢 生活当中啊 比较喜欢吵闹 比较喜欢热闹 喜欢运渡 争斗 争强好胜 跟游乐 这是一种 那么还有就是第二个区域 我们看第二个区域 就是指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 手掌的上半部分 就这个区 这个区域 如果这个区域比较 这个饱满的话 上半部分 比较饱满 发达的话 主期人呢 干净十足 这个地方 这个区域呢 是主什么 主实际活动能力 干净十足 积极主动 而且呢 比较务实 具有相当大的魄力和决断力 做事情啊 有这个效力 而且呢 踏实进去 讲究什么 讲究实际 不会空想 或者是不切实际的东西 富有社交能力 而且呢 擅长人际关系 这是第二个区域比较饱满 如果是不饱满的话 那么主期人缺乏魄力 跟决断力 而且做事啊 有点不切实际 有点消极被动 那就是比较 你看 这第二个区域不是很发达的人 那么欠缺一些干净 容易啊 逃避现实 逃避责任 喜欢啊 空想 那么下面讲到第三个区域啊 第三个区域呢 就是手掌的下半部分 这个地方是本能区 如果是发达的话 比较饱满的话 你看这个就是非常饱满 那么这个是主先性格 才能智慧 表现均佳 而且能够充分的什么 充分的发挥自己的这个潜能 潜在的本能 对是非善恶 好坏 黑白 都是有相当大的分辨能力 这个思想观念也是比较开通 比较开放 对任何事情呢 都是有乐观进取的心 如果是不发达的人呢 像这种啊 这种偏发的 这个偏不发达的 那么主持人性格思想观念是比较什么 封闭保守 对是非善恶啊 这个分辨的能力不强 有一些悲观的消极的心态 而且呢 难以发挥自身的潜在本能 面对人生的话是缺乏信心 这是三大区域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后期呢 我们再对这个三大区域的一些复杂的组合 有的时候三大区域都不发达 有的都发达 有的两个区域发达 这种组合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这期就分享到这里 还是天上玄机 如果是有困惑可以看一下片头片本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